本来去年那个小孩生了之后 我就和我媳妇说 我现在就别生了 因为咱们这些条件不好 我媳妇和我吵一架 然后把家里能砸的全部砸了 其实我一直在说广州的房价崩了 但是我没有说 我为什么那么关心广州的房价 主要就是 2016年11月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当时是我媳妇就是想买个房子 看到房价蹭蹭脚 而且我们只有一个小孩 然后我媳妇就说 我们都没签 但是想办法买个房子吧 我爸怕了 我和媳妇吵架 我爸就跟我说银行贷款14万 我爸还自己欠了几万块钱给我 我爸可能给他个16万吧 然后我自己在小舅子 小姨子 小舅子多嘛 每个帮助我一点 反正我们最后凑了38万 就这样 买错了38万之后 然后到了17年的话 我们拿了钥匙之后 然后我媳妇就非常想住嘛 然后那我们就买家居 买家居买了买了普通的家居 住进去了 那会儿就买了个家居 买家居就是做了衣柜是一万块钱 买了沙发好像是沙发 还有沙发和床好像是一万多 然后做了个窗帘好像是三千五百块钱 就这样 我们大概花了三万块钱 我们就住进去了 这样 但是住进去之后 我们因为我们的首付大概是建的嘛 就是我们的负债很高 但是我媳妇那会儿的话 她就是还房贷 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负责这些外债嘛 就这样 以前的话 我因为买房子嘛 我丈母娘知道 我那个有负债嘛 然后我小孩好像当时用纸鸟片 都不让用了 那会儿我小孩好像 14年 516 好像两岁多不到三岁吧 我丈母娘就给我能省责省 然后我媳妇还房贷 然后我自己负责这些外债 然后我就这样坚持着 其实我在21年 20年21年的时候 我也有压力 但是我就想跟媳妇说 把这个房子处理掉吧 我只随口跟媳妇说了一下 但媳妇也没有同意 当时我和我媳妇说的时候 我们讨论过 大概就说媳妇说 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我们把这个卖了之后 将来我的小孩来到广州 就买不起房子了 那我也觉得是的 只有一个小孩 对外债 没必要因为外债 把这个房子处理掉吧 然后就当时没处理 那其实到了18年的 到了17年的时候 我爸给我给的那十四万 因为我爸银行贷的款 然后要 我爸要那个钱 有人催趟那个钱 然后我就 出我的信用卡 还有 对我从我的信用卡里面套现 给我爸把那个钱给了 给了之后 我就从此有负债了 负债就居高不下 就这样 在2021年的时候 2021年的时候 给媳妇说 把那个东西处理掉 但是又担心只有一个小孩 所以说当时没考虑这么长远 就没有搞 但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又生了一个小孩 本来去年那个小孩生了之后 我就和我媳妇说 那又别生了 因为咱们这些条件不好 我媳妇和我吵一架 然后把家里能砸的全部砸了 那我就妥协了 不过生下了之后也挺好的 现在就是 我现在是两个儿子 我是甘肃的 所以现在是两个儿子了 我现在 这一个房子是两房的 我已经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我现在做的是 把我两个小孩照顾好 所以说我广州一个房子 我要把它处理掉的时候 发现房价已经掉到 掉到姥姥家了 掉到地板价了 不过没办法 我这个条件现在 能力持有这个房子 我决定广州这个房子 我要挂牌出售了 无论单价多低 现在就是没办法 比如说 必须走一步算一步 现在我有两个小孩 必须 我首先需要的是 把小孩照顾好 房子对我而言 已经不重要了 我把它要准备 处理掉了 可能这个房子 不知道最初挂牌 价能不能挂一百万 反正我是要出售了 既然有那么多人 想房价大跌 那么房价崩盘还要等多久呢 有人知道吗 有行类人就透露 我觉得还是说的有些道理了 所以在这里也分享给大家 第一点就是存量房 只要这个房子 还在少数人的手里 崩盘是不太可能的 想一下 想一下我们现在很多人买的这个房子 其实都是按揭贷款买的房 贷款呢 占大头 首付呢 占小头 大概也就是 首付三十成买了这样一个房子 看起来房子是在我们的手里 实际上啊 大头在银行的手里 大家想一想 这样一来哈 银行得有多少房子 是不是 第二点啊 就是新房 现在很多新房呢 大多数在房企 城头公司和银行的手里 现在想他们 呃 虽然说现在房价不太景气 但是要是想让他们打五则卖给你呢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想做到呢 也不行 这一点呢 我在这里不能讲得太直白 所以呢 结合刚才我提到的两点 我跟大家说 其实现在百分之七十的房子呢 都在他们手里 那么要想等到这个房价崩盘呢 只有等二十年三十年以后 大家把这个钱还清了 房子呢 转到大多数的人手里了 就是百分之七十的房子 正儿八经都转到大家的手里了 才有可能崩盘 可能呢 这个还要看上层的一个态度 所以说呀 这个房价崩盘最少 至少还要等个二三十年 是不是 现在的房价呢 只能算是正常的一个波动 房价下降啊 没人敢要 到底什么原因 好多人呢 都不知道 说起房价啊 大家都清楚 这几年的房价啊 是一降再降 一跌再跌 可是卖房的行情呢 却依然很惨 从前几年抢着买房 到现在却无人问房 原因呢 到底出在了 广州房价还能挺多久 广州是一线城市 四个当中最早的 一个解除 限购限价的城市 可以说 可以说房州呢 有可能会引起下一轮房价下跌的一个定时遥控器 也可能是新一轮房价下跌的引领者 可以说现在房价已经到了断支绝顺的时期 买房已经成为了购房者一个天大的心病 甚至很多中产 低产阶级 宁可 存钱 存银行 任何 没有利息 大家也不愿意去卖房 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呢 陕西未南 好多实体店欲哭无泪 一条街有半条街都关门了 真的太扎心了 这两年要想开个店做生意 结局是什么 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不是开业以后半死不活 就是开一段时间没生意直接关门走人 让很多以前本就是做生意的人们 和一部分想开店创业的人们 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我以前也是开店的 三月份的时候正式关门打击 至今也很迷茫 上班嘛 挣的钱都不够还利息 不上班嘛 长时间没一点收入 那更不行了 后来我就总结了一下 为什么我会关门的真正原因 现在大部分人的收获习惯 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没事的时候去街上逛一逛 转一转 看看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买一点 都是没事的时候待在家里 拿着手机打发着自己的空闲时间 即使有需要买的东西 都要看一下自己用的着急还是不着急 我看到自己的空门打击